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那转念有时候呢 念头知道要那样转 但是呢 它就是发挥不了功用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利用 细身心的这个理论 去帮 去辅助 那怎么细身心去辅助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呢 它全部都是对细身心的部分 所以比如说它对生理疼痛 身经系统的部分 比如说牙齿痛也有效果 生理期生理痛那些都有效果 强迫症忧郁症愤怒恐惧焦虑恐慌 这些呢都有效 然后呢 它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知道做不到 细身细心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讲 它是不是牵涉到第七意识的莫纳士 跟第八识的阿拉耶士 知道吗 第七识莫纳耶士 就是自我的综合意识 第八识阿拉耶士 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潜意识 那一个部分 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知道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七识跟第八识 事实上根本没有没有办法被调到 能够调到的是前五识是最好调的 前六识 从意识到前面 眼耳鼻舌身 这个地方是好调的 那第七识第八识事实上不好调的 那这个第七识第八识的 这一个部分怎么去调呢 因为它是不是跟气脉相配 所以我们就去调气脉再反回去 就是调那个区块 那调那个区块你就好懂了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有第七识跟第八识 那第七识第八识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就是能量组织的这一个区块 所以包括身体上面的 你那个就是可以走经络 气脉明点这一个部分 然后呢到心理部分 我们去谴责我们的过去生命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它会有一些因果的那个因素 所以造成那个 它现在只有这个状况 所以最好的是什么 消因果最快的方式就是接受因果 我不是去抗拒它 我欠你一百万 我就接受这个因果就是 最好就是拿个一百万还你 我不抗拒说 我上辈子欠你的 我这辈子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要还你 这很多学生是这样 他跟我那个争论就是这样 他说我上辈子欠的 我这辈子哪里知道 为什么我要这个对它这么好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现在的生命 所以他会去用头脑去反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会让他显现而接受 这个部分呢 那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个后面的这一个 其实是这一个人发明的 叫Karahem 那Karahem这一个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Rainer这一块我就不讲了 Karahem他怎么发现的 你们这个如果了解这个 你就知道细身跟细心 他们是怎么配合在一起的 就是他去治疗一个 孔水症患者 叫做玛丽 然后这个玛丽呢 他从小就有孔水症 所以他很麻烦一点就是 大家知道像我们这个口渴 我们这样喝水 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就这样喝 我们就哇 真好喝 刚刚我们讲说 每天要自我健康检查 其中一个就是 喝白开水 如果觉得很好喝 就是脾胃真的没有问题 如果你一定要喝什么 珍珠奶茶才有好喝 那就表示脾胃是有问题 那这个就表示我的脾胃没什么问题 很好 他很麻烦就是他很怕水 但是又要喝水 然后他很怕水 但是他又要每天洗澡 很痛苦 所以他洗澡都是战斗澡 进去 就赶快冲一冲 刷一刷赶快就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会恐慌 种种的焦虑心悸什么都会出现 所以他治疗 看了好多精神科医生 就没办法好 后来就看到了这个卡拉赫 看到卡拉赫 卡拉赫治疗他大概十个月 也没有治好 然后用了所有的办法 什么催眠 什么什么各种方法 认知疗法什么的 都没有用 有一天 他们坐在那个离游泳池 很远的一个地方 正在那边聊天 然后玛丽就跟他讲说 医生我恐慌 恐水症又来了 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告诉他说 卡拉赫就告诉他 不要来不要来 因为那个水很远 没有办法已经来了 那卡拉赫呢 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治疗十个月 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 有两个念头出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 他突然想到 玛丽跟他讲说 他恐水症发作的时候呢 他的胃都很不舒服 第二个 他想到的一点就是 他那时候正在研究中国经络学 然后他发现到说 经络 尤其是胃的起点 就是在这个 眼睛正下方的尘气穴 他突然 突然有这两个灵感之后呢 他就说 不管了 死马当活马医 你让我按一下 你的尘气穴 所以他就用两只手 就轻轻地按住 结果按不到几分钟 奇迹就发生了 玛丽就告诉医生说 医生 我已经好了 什么好了 恐水症好了 接下来呢 更恐 更让医生 那个卡拉赫觉得震惊的是 这个玛丽呢 竟然往前 跑过去 前面不是有游泳池吗 他把他的鞋子脱掉 竟然开始 玩水起来了 卡拉赫当场呢 震惊在那里 经过这么多的 那个医生 包括我都要 好十个月 竟然我只是轻轻地按压 他这两个穴道 他恐水症 竟然就OK了 所以接下来几年 他全部在病人身上 按来按去 帮他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他就发展出 忧郁症的按哪几个 恐慌症的按哪几个 然后每个 然后他就去开工作坊 收很贵的钱 我们现在呢 这一套学问呢 其实是要感受这个Garry 他是工程师 后来也是保险的 那个人员 他就去学 学了之后 他觉得真的 真的这么好 但是呢 很不方便就是 哪一种病就按哪几个 哪一种病就按哪几个 他就这样子 要记太麻烦了 他就想说 可不可以综合起来呢 可不可以综合起来 结果他发现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说 比如说忧郁症的按这几个 我先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用这一个方法 治疗忧郁症呢 他的复发率非常非常低 几乎没有复发 你们看一下那个 Callahan的那本书的 那个就知道了 所以我满反对一种说法 就是忧郁症像感冒一样 一阵子就要来一次 一阵子就要来一次 他其实是可以根绝的 那 那Gary就发现到 按这几个如果多按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 少按有关系 太好了 他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呢 然后他又发现到 顺序有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于是就更好了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全部综合起来 才发现只要按十几个就够了 他后来就发现 很方便 非常方便 所以你什么问题来 就按这十几个 就敲打这十几个就OK了 如果你们很有钱 就每一本都买 如果你们很没钱 就买这一本就好了 这一本呢 严简易干 就OK了 然后呢 卡拉汉他发现 在初期的时候 他发现到说 很奇怪的就是 他发展的这一个 竟然一半的病人有效 一半的病人没有效 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后来呢 后来呢 他终于发现了 他找出的原因就是 原来有一半的病人 不是有一半的那个人呢 他通常的能量是逆行的 不是顺行的 顺行的一做一定有效 逆行的呢 要把它变成顺行 那顺行 他发现只要敲三个点 其实是第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 手刀点 我先跟他说一下 手刀点就是 当我们这样弯曲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比较突出 就是 这边有一条什么 手纹 是什么线 感情线 感情线 这样突出来就是这个点 就是手刀点 他把它叫手刀点 其实手指是小肠筋的后吸血 那怎么敲呢 很简单 就是这样敲 两只手指 三只也可以 因为他敲呢 大概都有2.5公分的 那个有效范围 所以你也不用太 太执着说 到底是哪一点 没关系 你就是大概大概 然后一边敲的时候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 戏身配戏心吗 那怎么让你的那个寝意 是得到那个转变呢 就第七识跟第八识 得到转变呢 这个时候就让他进去了 所以就会发展出来 肯定剧的这一个部分 那那一个 我这个是引用至那个 Rainer的 你也可以自己发展 我们一边敲 大家一边跟我念一下 好 好 我心怀感激 我很勇敢 我爱我自己 我接纳我自己 两边 我心怀感激 我很勇敢 我爱我自己 我接纳我自己 好 大家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就敲一下 你就发现 你的无奈感几乎没有 很明显哦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晚恒文的 心包经大灵穴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晚恒文 正中间 你们看一下晚恒文 如果只有一条的 你就是很好命 如果是两条的 你有点操劳 如果是三条的 你就是劳碌命 每一种命都很好 如果你接受他了 他就是好命 你抗拒他了呢 他就是不好的命 所以你现在看 假设呢 不管他怎么样 总是他就在正中间 一样敲他了 一样哦 跟我一起念一下 我心怀感激 我很勇敢 我爱我自己 我接纳我自己 这个顺序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开始从那个 我爱我自己开始 只不过我认为 从感恩开始 是很好的 一感恩哦 你就开始觉得 你拥有很多东西 你就开始觉得 可以爱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个感恩 很重要 所以我都是从感激 开始这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点呢 就是那个凶陷点 就是在那个 凉辱正中间的 谭中穴 一样的 我心怀感激 我很勇敢 我爱我自己 我接纳我自己 这一个点哦 其实就是哪一个点 就是那个 我们小时候吓到 然后妈妈就说 我刚才大大 我没怕没怕 就是那一点 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人 自然的生理本能哦 包括你头脑 意识不清的时候 他就说 你就摸这里 然后呢 你很容易就开始清醒 因为我们在想问题 想不清楚 我们说 啊 到底怎么样 然后他就 血液就上去 然后那个 那个意识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思维就是比较 那个灵敏一点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三个点呢 是在做这个之前 一定要先敲的 那就保证 后面一定有效 那这个我们刚才有说的 牺牲被细心 那这个细心的 那个部分呢 是什么 就是肺经就是悲伤 大肠经是死板 执着 胃经忧虑焦虑 脾经是缺乏自尊 包括思虑的问题 心经呢 是觉得受伤 小肠经是脆弱 膀胱经是缺乏安全感 所以这个传足穴 眉头这个传足穴也很重要 没事瞧一瞧 也蛮不错的 圣经是恐惧 它是舒服穴 然后那个心包经的中充穴 就是在中指 刚刚我们不是说 起点跟终点 不是在手指 就是在脚指 那中足穴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 就是卡拉汗发现 效果非常好 所以把它叫做广效点 所以就不是用这个地方 来代替的 而是用这个地方 中足穴来代替 中足穴在哪里 中足穴在无名指跟小指 骨头交界的那个交界处 是骨头 不是那个肉 所以不是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敲 好 然后那个 这个是中足穴的部分 那胆经的部分呢 是同指疗 就是在眼尾 这个地方 那这个跟你的那个胆量 挫折感 勇气很有关系 这是胆经 好 那肝经的部分呢 跟我们的愤怒 还有内在信仰 行为能力都有关系 这奇门穴 但是 看来后来的那个发展 就没有去 这个奇门穴 他发现效果没有 所以就用其他的穴 就敲其他穴就可以了 反而奇门穴没有特地去敲它 然后这个人脉的 那个部分呢 就是在 沉浆穴 在下嘴唇这个地方 他是所有压抑的那个凝聚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人很委屈 很容易压抑自己的 那一个 你要常常叫他敲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 那个压力的点是在这个地方 上嘴唇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敲打的那个步骤呢 就是先调携思维场 刻意想象或注意 把情绪带出来 然后呢 把你的那个苦恼程度打分数 通常如果最严重10分 最不严重0分 那么八九分的时候呢 效果一敲啊 最好 而且很容易根治 如果你现在呢 只有三分左右呢 那个不容易根治 有一点点效果 但不容易根治 然后敲打情绪穴道顺序 是这个样子 先把反向点先敲一下 同时说肯定去 接着我们会敲13个 很重要的这个情绪穴道 但是在敲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我们要去接受 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 你困扰的东西呢 困扰的事件讲出来 比如说 不知道大家 你们想一想一下 你最近为什么 为了什么东西 特别情绪波动的 好 我老婆外遇好了 因为想不出来到底什么 干脆还是举这个为例好了 我相信他不是不可能外遇的 他也是虔诚的这个学佛的人 吃素都吃了二三十年 那个比我还虔诚 每天一定要打坐 我是每天一定要练义津津津 他是每天一定要打坐 好 假设我老婆外遇了 我现在很痛苦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讲 虽然我老婆外遇让我很痛苦 对不对 顺序没有关系 通常我都是教 就是从上往下 先从百慧学开始教 虽然我老婆外遇了 我很痛苦 可是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好 往下开始记 眉头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难过 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好 眼尾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好 眼睛正下方 成绩去 好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痛苦 可是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先衡量一下 刚刚我们有说八九分 所以我老婆外遇了 我很难过 很痛苦 我看看指数已经 快要爆表了 大概九分了 这时候最好做 继续敲一下 变成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从百慧 眉头 眼尾 好 眼睛正下方 接下来就是人中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好 压抑的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痛苦 我还是爱我自己 跟接纳我自己 好 舒腐穴 虽然我老婆外遇 这样敲也可以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难过 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再过来 就是大包穴 就是 那个翼窝下面 大概八根手指的地方 就是两个手指 两个手掌 女孩子就是这个 内衣的底层 我们男孩子 就是跟我们那个 胸部 这个过去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难过 我还是爱我自己 接纳我自己 对 两只手一起敲 比较快 不然你还要轮流来一下 好 那这样完毕之后呢 这个是 这一个部分的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不是说 不是在 那个 有在手指的部分吗 手指的部分呢 你看一下 从一二三 无名指的地方呢 他其实是跳到广效点 然后再小指 然后再把手刀点 再敲一下 手刀点 其实这个时候 敲不敲都没什么关系 因为前面是不是 已经敲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一样的 敲一下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难过 还是爱我自己接纳 然后敲一下 虽然我老婆外遇 我很快乐 我还是 其实 其实你慢慢就会发现到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需要老婆 你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所以他如果外遇 你就祝福他就好了 钱留下来比较重要 好 中指完毕之后呢 我们先敲一下小指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讲一下广效点 怎么用 好 然后这个广效点呢 他就把眼睛加进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把它加进去呢 因为眼睛连绕的 就是我们的左脑跟右脑 左脑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我们的数理能力 逻辑能力 是在左脑 对不对 右脑是不是我们的 艺术能力 直觉能力 是不是在右脑 所以他现在要调整一下 我们的整个脑的意识状态了 怎么调整 一样 还是一样 从气脉入手 怎么从气脉入手 就从广效点入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进行此步骤的时候 他不停的敲几广效点 所以你其实是要这样敲的 好 一边敲 好 请大家把眼睛回正一下 好 闭着眼睛 好 再张开 好 眼睛看你的左下方 好 回正 好 眼睛再看你的右下方 回正 好 好 顺时针绕两圈 好 再逆时针绕两圈 绕完之后呢 这时候要调整你的右脑了 所以他怎么调整 一边敲的时候呢 麻烦一边唱一首歌 生日快乐歌 请跟我唱 一杯 唱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停 好 右脑完毕 先在左脑 金属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杂乌仇护荷杂 now 都可以 要顺序的 哦 原因是他要调整着脑了 好 但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从小到大大分都训练我们的左脑 所以我们不停的教育小孩子要问为什么 其实是左脑的部分 所以他再来一次加强右脑 于是再把刚刚没唱完的歌再把它唱完 第三句了 好我们再继续唱 一杯唱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整个广效点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祝大家有生日日都快乐 可以先喝点水 为什么因为水是导电物质 所以他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 细生在调整的时候的那个品质 所以可以先喝点水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一页就是 他先从心理反向点 这是三点 然后接着呢 就是这个要讲肯定句 这边就会把问题带出来 我现在在意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弄过来就结束了 好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他不太会自己敲 像婴幼儿 然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 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帮他敲 上次我教了一个研究生 他妈妈是失智的 结果那个常常就胡乱 把自己的那个尿裤都弄得大小便 到处都是 他跟外劳都好辛苦 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帮他敲 他敲一敲发现呢 那个效果还不错 而且呢还可以对着他点点头 那个跟他致意 睡眠占了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啊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修行 那么睡眠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段 那睡眠其实是一个大昏尘 所以通常我们都知道那个睡眠时候的考验啊 才会才更多 有时候睡眠有一些生理上面的冲动 其实那个也是那个没有很好的 那所以这个睡眠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那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到细身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进入细身心的部分 去做调整一下 好然后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口诀 你们很难学到的 应该说你们到外面很难学到的 今天我们很谢谢我们这个长老 能够办这个活动 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这个样子 就是当我们要睡着 从醒着要入睡的那个刹那的时候呢 他发现到这个时候能量 最重要的集中点在哪里 在心轮 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利用这一点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怎么利用 另外一个就是做梦的时候呢 他的气会集中在喉咙部分 所以要控制梦 当你会控制梦去转梦的时候 就是转变命运的时候了啦 所以他常常会在睡觉之前呢 他其实他的手 刚刚我们说放这里嘛 如果你是要做修梦的功夫的时候 就不一定放这里的 是放在这里 轻轻的放着 为什么 因为关键点是他这时候要做修梦 转梦的功夫 那你气强烈集中在喉咙的时候 清楚的梦就会出现 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点 关于睡觉 好所以我先说一下 现在假设 现在没办法入睡 现在要入睡了 但是我一直想 为什么没办法睡着 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利用刚刚的那一个 就是能量集中在我们的心轮的时候 就是才能够从醒着到睡着的这一个刹那 要很充分的利用到这个特色 所以怎么利用这个特色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像我呢 很难睡不好 要说很难 不能说我从来没有睡不好 因为等一下菩萨就会来教训我 所以那个不能太铁齿 假设呢 我现在假设 明天有什么平坚的事情要做了 我今天压力很大 但是我又知道一定要睡觉 但是呢 又睡不太好 那怎么办 你就要利用那个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的是这样 吸气的时候呢 就你的意念跟着你的气走 跟在气后面走 不要在前面走 走走走 走到心脏这个地方 心窝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气让它继续吸 但是你就停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在 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那个气能量呢 其实是跟着意念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足掌握的方式 所以当我这样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气就会强烈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刚刚我们已经说 气集中在心轮的时候 就是你从醒着 进入到睡觉的那一个刹那 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们知道 心脏不好的人 睡觉通常都睡不好 贫血的人通常也都睡不好 原因是什么 它没有办法能量 强烈集中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它也都是浅眠的 没办法入睡 或者没办法睡得很好 好不容易睡着了 一有什么声音 它又醒过来了 然后十岁时醒 十岁时醒 睡眠品质很差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的能量 很难集中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它就不容易入 深长而深的睡眠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比如说像我是这个样子 吸气进来 跟着它后面 到这个地方就停在这里 如果你不好想 就想象一团白光 跟着气走 一团白光跟着气走 走走走走 走到这个地方 就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有一团白光 然后生下的吸 继续让它吸 不管它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还是停在这个地方 还是停在这里 然后再吸气一样 再一团白光慢慢进来 然后停在这个地方 停在这里 吐气还是停在这个地方 你做不到几次啊 你就很容易睡着了 其实水洗也有这个效果 明天那个正念的 关呼吸有好几种 一种就是 直接关鼻触这边的那个触感 一种是 真的是属席 12345678910 一种是随席 他到哪里就到哪里 一种是止席 你们这个要去看智者大师的 那个六庙门 他有讲这个地方 他有讲这个 这些东西 那那个 那只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下 进来到这个地方 吐气还是停在这个地方 你一下子就睡着了 好 我们就送到这里 祝大家幸福健康快乐 这次是真的 好 谢谢教授 好 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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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